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今天去文艺复兴节 Renaissance Festival,传说中的文艺复兴节 是为数不多的,我每年都会前往而不觉得乏味的主题活动之一 这个节日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二战后 美国民间崛起的对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青睐 并逐渐在加州诞生了第一个迷你的文艺复兴节 最终越办越大,并流传到美国其他各州 咱们Georgia的文艺复兴节是每年的初夏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今年已经办到了第37个年头 文艺复兴节是一个强主题活动 无论是现场的历史氛围塑造,工作人员的角色扮演 还是文化体验和表演都力求给游客带来最生动有趣的体验 而很多前往的游客也会打扮成氛围中的人物 比如中世纪的王室,骑士,海盗,或是精灵巫师等等 甚至还混入了些妖魔鬼怪 活动现场除了各式各样的工艺,娱乐,店铺之外 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骑士竞技场上的厮杀大戏 不懂颜色的骑士,赛场竞技 观众热血沸腾 为自己喜爱的骑士呐喊诸威 饭将给到运较 夷夷伤 我让你去 the lottery I'm going to marry you 这个区域建议大家至少提前半小时就来站坐 才能坐到比较好的位置 当然也可以购买premium的贵族作席区门票 但这个票非常有限 抢晚了也会受庆 除了最吸睛的骑士竞技之外 还有很多现场表演技巧和互动性也都很强 还有两个我记忆非常深刻的 就是海妖落水和杂番茄的互动项目 杂番茄的那个项目呢 是一个insulting game 被杂的工作人员嘴炮攻势真的伶俐 官方提示易怒体质的游客不建议play 当然了 除了这些表演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里面买买买吃吃吃啦 尤其不要错过外酥里嫩的火鸡腿哦 绝对是文艺复兴节必备美食 还有各种清爽的饮料 更是消暑利器 女孩子呢 可以逛逛各类小首饰装扮一番 心情大好 最后给大家推荐 今年活动上看到的一个很特别的宝藏音乐人 请对AC neighbour多29 宝贝海资中的有一点 我们将逛和奀扮小家 玩了我们多个玩具 либо玩一类 początku的宝贝 Dame of Thr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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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